要请教主席的 因为总统府发表声明 最后一个不就是 不会在压力之下屈服 那之前也有人在猜 说这一次啊 习总书记的谈话里面 会不会有统一时间表 甚至会不会有武力统一 所谓的武统这样的内容 那演讲内容出来之后 很多媒体也在看 你看吧 大家之前啊 统派啊都在下台湾 说会武统会有统一时间表 但是习总书记的演讲里面 没有啊 可见 虽然习总书记说六个任何 反正都是不能够同意台读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是这样子吗 不会一定会 你可以看他在文章里边啊 其实讲得非常清楚 那么他的时间表有没有 有 在这个内容里边是有讲时间表 只是我们大家在读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想这个问题 我想他我认为他是蛮善意的 是这个善意的是提不是明白告诉你什么时间 可是他用两个百年对告诉你 这两个百年呢 大家和平相处 对 那他第一个百年啊 他比如说啊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是通向和平统一的正确道路 是 所以他现在先讲和平发展 是和平发展 是走向和平统一的正确道路 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个要往前走的 那下面讲了 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 嗯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是 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是 那我请问你 第一个百年是2021年 对 第一个百年 嗯 2021 那就等于说 在2021年之前 我们要全面迈向大陆 是走向小康社会 是 那么实现了奋斗的目标 并且走向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 嗯 要求我们努力维护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营造有利的台海环境 是 同时维护跟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也是在为 为最终实现祖国统一 嗯 创造跟累积条件 是 扎实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嗯 其实在他的规划里边 台湾不是他现在首先要的 确实 他是努力要发展他 一个是建立小康社会 然后呢 走向于世界上啊 他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是 对不对 实现和平的一个世界的 大大大的这个和平的世界观 是 所以 这个方向就是第一个百年 2021年 我们努力做好自己的 是是是 把自己弄好 对 那么第二个百年是2049 对 2049年呢 我们到往第二个百年呢 那就是要和平统一 是 实现我们的这个 那个祖国统一的进程 嗯 最终实现祖国统一 就是这个 所以他有没有这个 时间表也出来了 其实 时间表是有的 对 可是呢 他为什么不跟你讲的那么清楚 嗯 因为这个东西不能一定的 对 天下是讯息万变的 是 你插枪走火 很可能就结果不一样的 是 所以他留了一个 这个是软的 嗯 可是呢 你绝对六个任何 不允许 这个这个换句话说 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有足够的能力 来处理这个 处理这个事 那个时候 所以现在台湾很多人说了 哎呀 台独就让他去读吧 嗯 那读的话呢 极独就是极统 是 这个就是意思了 所以他的目标 事实上 2049年 第二个百年 嗯 能够实现 统一 和平统一 是 可是你中间假如出了任何的 那个 他后面有反分裂法 是 他马上可以执行 两手策略 软的硬的都有 而且 刚刚如同郁主席所讲的 他的第二个百年呢 是定在2049 其实到 我们现在来看 还有32年的时间嘛 那坦白讲 以中国大陆现在崛起的情况 跟台湾停滞不前的情况 32年后 两岸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答案也是非常 我们是看不见 非常清楚了 啊